哈囉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小豪安杜尼 那 之前有一段時間 因為我在忙專題 所以有一陣子沒開台 那今天 抽空我再開台一下 那目前 我找到一款 叫做 尋找記憶的少女 不是解 不是恐怖遊戲 不過也是邪靡遊戲 因為之前也沒有跑過 今天就來玩看看 第一話 從成名中醒來後 少女被告知要去尋找自己的遺憶 記憶 是 我在這個世界上最愛的 這個世界上最愛我的 我願意捨棄一切 要挽救你 即使捨棄一切 仍然無法表達歪意的 我的女兒 就不吵了 去發現吧 去抵抗吧 去思考吧 找到我給你留下的那把鑰匙 不要絕望 不要擔憂 不要哭泣 不要哭泣 不要質疑 我會一直陪在你的身邊 OK 這裡是哪裡? 我是誰? 為什麼我會在這裡? 我會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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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拿走了你的記憶 不 這才不是和tonic 會一種性質的行為 遊戲 對,這是一個遊戲 請找出來吧 我藏在這所 這所放置各個角落的 你的記憶 怎麼辦 我好像被不得了的危險人物給纏上了 記憶被取走什麼的 雖然聽起來有點難以置信 但是我現在確實什麼都回不起來 我的記憶被藏在這所房子的各個角落 果然應該想辦法掏 新跑離這裡 欸 筆記還有後續 突然說出其中你記憶這樣的事情 想必你也不可能隱刻相信 因此 去枕頭底下看看 那裡 藏著你的名字 メモ的記憶 我的名字叫妹妹 去看看枕頭底下有什麼吧 枕頭底下 怀著稍微有些緊張的心情 我一走了枕頭 在枕頭下面靜靜的躺著我的記憶 這樣的事情自然不可能發生 我在枕頭下面找到了 11顆齒輪形狀的硬棚 也對啦 記憶怎麼可能被放在枕頭下面呢 雖然有點失望 不過總算可以安心了 精神放鬆下來以後感覺肚子有點餓了 這個硬棠應該可以吃吧 我嘗嘗看 在我的舌頭接觸到硬棠的那一瞬間 視野發生了變化 有一點點困惑的表情 小笨棚 早安妹妹 恩 為什麼你錄出了一點困惑的表情 喔 對了 都怪我太忙 都怪我太忙 忘記告訴你了 從今天起 你的名字就叫做妹忙 這個名字象徵記 他的其中一個音節來自於我的名字 要好好記住 好 剛才那個是什麼 感覺有什麼懷念的東西 一口氣有入了腦子中 找到新的記憶 原來如此 這就是尋找記憶 完全無法理解到底發生了什麼 只是吃了一個糖 就看到各種各樣的幻覺 果然 我都看完 齒輪形狀的糖也消失 感覺日而日混亂 說起來 剛才在房間的其他地方 似乎也看到了類似的硬糖 雖然對於這個硬糖 就是我的記憶 這件事半信半疑 但是還是先把能找到的糖果 收集起來 反正記得這沒有一個 這個價值上也放著 齒輪形狀的硬糖 這樣去入手貼的 明明沒有吃過這次糖果 直接消失了 好 找到了心靈 並且感覺想起來了心靈 得讓人 越來越對這個糖果感到我安 恩 道具 诶 找到吉 咧 人夢 我的名字叫媽夢 自乎象征的G 名字的发音来自于给我起名字的人 他是我的母亲 记住重要东西的诀窍 常常将重要的东西忘记 自己对此也觉得很困扰 为了防止忘记密码 我将它写在了房间中最暗的地方 没有写其他东西 最暗的地方 有哪里最暗 赤红的浏览 这个名字 这幅画真是想撑 没可能 这里又可以看起来很暗 仔细一看 墙上似乎写着什么东西 41500 好像是那种 这串数字是什么意思 因为接着这个位置好像用串的 抽屉被锁住 密码似乎是无畏的数字 又能想到的数字稍微试试看吧 太好了 所以我打开了 抽屉里面的是 这个是八条吗 算不算有什么用 总之先拿准 小小的八条 小小的八条 不知道是用在什么地方的小小八条 能够用来做什么呢 总之 竟然是好不容易才找到的东西 先收好 咦 蛋黄白键使用 使用 使用得到 先使用中 黑清晰的 什么都看不见 继续在这里盖下去 也没有什么意义 还是回去吧 呃 目前听到的声音 他叫做Dia 呃 也在我的房间里 各位观众不要被吓到 来我们继续吧 双背下方似乎有一个小孔 似乎可以插入什么东西的样子 这什么东西 拿着 拿这个发条试试看吧 中还是停着的 但是发条卡住 抽不出来 似乎传来了什么东西 打开的声音 好 抽屉能够打开了 抽屉里面似乎放着什么东西的样子 这个是绒毛毯子吗 现在不是打扫卫生的时候呢 就到主 Hen 如果不知道密码的话 看起来没有办法打开这上门 抽屉被锁住了 沒有鑰匙的話,無法打開這個抽屜 紙上寫著大量的計算公司 寫亂詐詐的是什麼人的草島 完全看不懂這些草島就已經在計算什麼 在床台上也有齒文西北高 夠不著 好可憐 不好意思,I'm calling you 暖爐?找不到開關在什麼地方 感覺有點冷,如果可以點找這個暖爐就好 始終表格上寫著 永遠記錄時間 始終已經停走了 這就是所謂的永遠記錄時間嗎 好 暫時 果然在床台上也有齒文形狀的塔 嗯 夠不著 用龍蟒彈子的磁血 欸? 好危險 差點不要漏下去了 欸? 龍蟒彈子不要漏下去了 感覺 稍微有點對不起龍蟒彈子 那麼 這個就是剛剛拿到的新冰塔 然後 這顆硬塔也像之前一樣消失了 同時我想起了心急 怎麼辦 我好像已經有點習慣這種不合常理的展開了 總之先確認一下剛剛想起的記憶吧 思考密碼的竅門 因為我的機器很差 所以我用特殊的方法來記憶密碼 具體來說的話 就是用童謠來記憶密碼 應該就在這本書裡 只兔子問她為什麼 九兔子說 五兔子一去不回來 有媽媽童謠拿來記憶密碼 不會挺厲害的 這首童謠包含了好多數字 確實很適合用來記憶密碼 只是 單純只要一首童謠 什麼密碼都發現不了 什麼地方還嘗試看密碼有關的提示嗎 說起來 我們連要找 是什麼東西密碼都不知道 這應該還有公式好像什麼公式 這個公式的筆記看起來特別的新 門的密碼 是三位數 前兩個數字計算公式是 14加3加9 最後 最後一個數字的計算公式是 5-6 咦? 居然把密碼寫出來了 真是不小心 換成是我的話 一定會把計算密碼的算式和統一 之類的東西繼續關聯 之後只要把算式中的數字 替換成統一 然後對應語句的次數就好 對應語句的次數就好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等一下等一下 等一下等一下 等一下 那這關是什麼 那是14加3加9 然後最後 前兩個數字的計算公式是 14加3加9 後 最後一個數字的計算公式是 5-6 14加3加9 還有5-6 好 其實 把算式中的數字替換成同 有對應語句的次數 OK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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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要 不是要 掉下床 抱歉 好 看來 公式是14加 忘記了 要寫一下 這次的 對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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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加速 只上寫的答案的計算公式 那公式寫下來 會比較好 然後 忘記是 多少加多少缺 4 4加3加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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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我記得後面是5-6 然後是對應字數 然後是對應字數 應該不難吧 好吧 那我們今天的實況先暫時到這裡 對 我有朋友在我房間那些 他真的有點干擾到我 所以 來 預計20分鐘 在這邊先跟觀眾說一下抱歉 那 我們 尋找記憶的少女 之後會再繼續實況 那現在是9點50分 預計 禮拜天 會再開 繼續開實況 那先到這邊 各位觀眾晚安 我們下回時光再見 掰掰